志工在環保站的塑膠製品回收區 東翻西找 彷彿在尋寶 因為他有愛的任務 要做我們的道具主的器材 迎接歲目祝福 豫蘭區慈濟志工製作發願法器 今年的構想還是結合在地特色 想想有民謠嘛 民謠有個丟丟檔 那丟丟檔的特色 這個重點就是火車嘛 火車很好跟我們磁劑聯繫 我們有磁劑列車 所以後續大家就是 大家都幾次管理了 把其他一件這樣子把它串起來 富科蒸汽火車成了大家的共識 因此由曾經做過火車模型 參展並得獎的鎮水池 負責主體的木工製作 之後再搭配鐵工 水電 因控配線和彩繪 就這樣把法器完成 鎮水池師兄他駕駛救手 所有東西他都想過的 原型是在我們領務局 有個那個臨場 在那邊有展示火車 他從那邊去把它崛起 把它濃縮一些精簡 所以很快做起來了 蒸汽車頭拉著兩階車廂 各有其代表意義 這邊有設計了噴霧 讓它能夠在啟動的時候 或者是在投錢的時候 會發出火車它鳴底的聲音 在第二階的火車呢 我們是做了一個宜蘭的地圖 我們宜蘭去推廣 做環保站的一個八大站的位置 以及我們目前在宜蘭有三座道場 充滿宜蘭特色的發願法器 歲目祝福會上開進了現場 期待能鴻法立生 也能做到法脈傳承和菩薩招聖 三四十人錢 你要回去花蓮 就是這樣 慢慢坐車 你看這台車又普遍在這 生生世世 我們都要做慈祭 對嗎 對 對師父走 是生生世世 行菩薩大 大海新聞以蘭綜合報導